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百年人生 瞬间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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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杯秋风列马 江南春雨兴花 千古江山如石如花 还我一个太平天下 随杯秋风列马 江南春雨兴花 千古江山如石如花 还我一个太平天下 千古江山如石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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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周郎真是机关算计啊 不用着急 主公 我们在临来动物之前 军师给了我三只锦 里边有军师预先设置好的妙计 第一只呢 我们到卢江镇的时候已经用过了 令军师大肆采买 把消息散播出去 第二只是让我跟你吵架 逼你把我逐回荆州 第三只呢 第三只 军师让我在危难之时 再行打开 那还不打开看看 主公 这第三只是给你的 驾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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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套套刘备 徐胜丁凤 你们想造反吗 小姐 小姐 夫人 末将岂敢造反 现有大都的将令 前来捉拿刘备 我等不能不追 你们怕周瑜 就不怕我 周瑜杀得了你 我就杀不了你吗 说到根上 你们都是我父兄的旧部 是我孙家的家将 可是现在你们眼里只有周瑜 什么时候真把我二哥当主公了 这 小姐 我等万不敢背秘主公啊 那好 我是奉二哥的命令 陪我夫君前去烧香祭祭 之前也禀过太夫人 谁敢拦你 我就取下她的相上人头 闪开 都闪开 起床 驾 照这么下 先生这片棋子 可就成死棋了 可不是吗 这棋 我又输了 以前我可是 从未赢过先生 今天先生怎么会输得这么惨 看来 先生的心思不在这棋局上啊 我在计算这赵云前往江东的日子 如果按期到达 主公应该派人送信回来才是 可为何到现在 一点音讯都没有 是啊 按理说不该啊 今日这棺树中如此安静啊 我总觉得缺点什么 缺点什么 张飞日日醉酒之后 会来我的府补衙门前骂朕 今日会何没有来 先生的意思是 他们对主公情深四海 对我却有成见 难道 难道他们要兵界 荆州军中最善战的一万人 是主公和关羽张飞从北方带来的老兵 他们随主公征战多年 关羽张飞振臂已护目 他们必然相应 如果他们带着这些人拿下我 就能拿我的兵符 调动荆州军全师东进 要真是这样的话 又该如何应对 好 优称啊 拿着我的兵符去调黄中所部 我这就调他们来护卫先生 慢 怎么了 见着黄中后 命他带领部下星夜出城 先生 这是为何 黄中起于荆州 我也起于荆州 平日私下里对我自然清静一些 如果黄中知道关羽张飞兵舰 一定会和他的人发生局雨 这几万人马拉起来不容易 我不想看到他们自相残杀 把我们这些日子的心血毁于一旦 但是 如果我把这支兵带走了 谁又来护卫先生呢 这个就不用你担心了 这个就不用你担心了 我能凭这三寸不烂之舌 变倒江东群儒 还对付不了两个武夫吗 儒生总归还是讲道理的 对武夫又如何说得清理呢 就算说服不了他们 我还有对汉室的一颗忠心 以枪必需 先生 你怎么能想到去死呢 要是没了先生 这天下该怎么办 世卫知己者死 谁让我诸葛亮遇到了主公呢 你 子龙 好了 到了江边了 我俩孔明必会派快船来接我们 你赶紧扬江边寻找快船 是 救命 刘备 快下把受负吧 你是我东吾爱絮 我也不忍心伤你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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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龙啊 我们还有第四支警囊吗 主公 待我与周瑜决一此战 不必了 他们人多 刘备 快下马受负吧 下马受负吧 主公 大都督 摆上大都督了 国家军事有言 你伤情未欲 不必和我们交债 孙刘已是庆家 当是百年好和呀 敢请大都督自重啊 大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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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剑 彈向前一步 羞怪我党无黎 主公 沿江而下半里便有快船 主公快去 子龙 咱们走 是 主公啊 军师背下了一句告别词 要我传给周渔听 好吧 你传给他吧 传话吧 周朗 妙计安静下 别冷夫人就承民 周朗 妙计安静下 别冷夫人就承民 周朗 妙计安静下 别冷夫人就承民 我施杀你 周朗 妙计安静下 大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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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来了 请军师下令 出兵伐五 这只兵马 已经不是从前主公和二位拉起来的 几百人的小队伍了 而是一只几万人的大军 什么时候打仗 该怎么打 都得按规矩来 就是有千军万马 那也是从大哥这颗种子上发出来的眼 要是没了大哥 就是得到全天下 又有个屁用了 我瞧出来了 你呀 是想他永远不会回来了 你想占有荆州了 主公对二位情深四海 对我也是恩重如山 你们追随主公几十年 我等待这样一位英雄也等了十几年 你们对主公忠心耿耿 我对主公的忠心上苍可见 只是打仗不能只凭义气 要有无虑 得能忍耐 诸葛先生 我知道 你能言善辩 任你说的天花乱坠 但你从荆州带来的人马 是对付我们的 这是不争的事实对吗 我问 你为何突然 调集黄中和魏延的人马 是何用意 你是想把大哥头中原带来的人马 全都给收拾了 二位将军 你们真的是误会军事了 二位将军啊 军事猜到你们今天要起事 他令我拿着兵符 火速把黄中的人马 全都调出城去了 为的就是 就是不想让这几万人之间自相残杀 令心痛愁快呀 你说的可是实话 二位将军 你们要是不信的话 现在可以出去看看 公安城内还能找到一个荆州兵吗 不管怎么说 我也要带兵把大哥救出来 我们曾经蒙事 不求同胜但求同死 我不信 在这个世上 对大哥的感情 有谁能超过我和三弟 三弟 在 诸葛亮 带的荆州兵不可靠 要靠 只能靠我这一万个老兄弟 把大哥救出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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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走 走 走 齐边二将军三将军 主公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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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是真的 是真的 就在门口 二哥 走 三弟 走 对对对 走走走走 先生 主公回来了 我们还是出去迎接吧 好 先生 你哭了 学生是从你多年了 还是第一次见你流眼泪 云昌已得 大哥 大哥 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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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弟兄弟 二弟兄弟 兄弟想死你啊 大哥 想你啊 二弟三弟 我也想你们呢 嗯 来 大哥 君师呢 为何不见孔明 他在武牙候着你呢 啊 快见君师 如无他的井囊妙计 我险些陷于大难呢 快 君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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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回来了 君师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啊 啊 定是你们弃走了军师 尤其是易得你 我不在是 你们竟让军师饱受屈辱 是也不是 我 嘿 大哥 我去把军师找回来 让开 军师 军师 我去 pull 阿湖 对 鼓鼓尔 先生 咱们终于人了 不用理睬 船家 节揽开船 休要开船 船家 军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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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万万不能走啊 都是按张飞鲁马 开罪了你 按张飞在这里给你赔罪了 先生 关于向先生请罪 孔明啊 事情我都知道了 这二位也都知罪了 回去吧 待回去以后再责罚他们 很好 军师 是啊 按张飞给你跪下赔罪了 二哥 你也过来啊 这些都免了吧 我去意已决 此心有如 有如这重箭的枯木 军师 军师 咱 咱家生来是不下跪 生来不扣头的 可是今天 咱家跪都给你跪了 老大的头都给你磕了 你还是不宽恕啊 你 你也太小心眼了吧 带口 尘啊 求是求不动你了 那莫怪我不客气了 儿子 咱们把军师嫁回城去 好 来 义德 义德 云长 你们放我下来 我已经乱了 又和你们毫无关心 你们这是劫道 云长 云长 修道无礼啊 坐下来 修道无礼 你们两个站得像卫兵似的 难过不 哥啊 哥俩都把好酒好菜给他送来了 可他不吃啊 大哥 都一天了 军师还是不肯宽恕我们 你劝劝他 是啊 你们两个呀 自作自受 好好回过吧 孔明啊 主公 孔明 来 行了 好 谢主公 孔明啊 他们两个确实知道错了 毁得不行了 主公啊 小小委屈 与我根本不算什么 那你为何还要生气啊 不瞒你说 关与张飞这两人脾气 需要好好整治一下 为何 他们都是统领万军的将军 肩负的责任重大 如果在灵笛之际 生死关头 他们也要一起用事的话 那非败不可 会连累大军的 不错 尤其那张飞 姓如烈火 贪悲浩野 还经常在打醉之中打骂不响 确实需要好好整治 不对 主公啊 令我担忧的 恰恰是关羽 他虽然不像张飞那样性恋如火 但他傲望 蒲天之下四海之中 他独服主公一人 而小视天下其他英雄 甚至曹操周瑜等人 在他眼中皆为草惊 随着我们的壮大 关羽之后 定当成为独党一方的统帅 这性情就危险了 比如说周瑜 他才是不下雨 却为何屡屡败雨 性情 张飞关羽为将可 为帅 则必须虚怀若骨 坚韧不拔 千成待世 还要像韩庆那样 瘦得胯下质辱 否则的话 早晚要吃苦头的 先生 你深知我两弟的长短 比我看得还透 刘备深感敬佩 请兽魂一拜 主公 二位将军 进来喝茶吧 多谢军师 军师 这茶太苦了 咱们还是该喝酒吧 不 喝茶 好 喝茶 喝茶 元昌 给军师敬茶 遵命 我 我 大都督 周朗妙计安殿下 陪了夫人又折兵 我补下了天罗地网 刘备 刘备却成了漏王之鱼 现在诸葛亮还敢这么说 此人奸哪 毒我 狠煞我也 你 都督 你秦华不能动怒啊 否则就中了诸葛亮的奸计 他怎么说 就是想弃坏你啊 怎么样 你这话说对了 诸葛亮他就是想弃我 他杀人不见邪 送我这句话就是想弃死我 他意在住心呢 好 好 我不急了 既然我军已在巴陵布置妥当 大都督 你就下令吧 就算掉了我这颗头颅 我也要拿下荆州 不 为何 你出身平寒目不识钉 从军后只知在战场拼杀 不知使用心计谋律 为此吃了很多亏 被人既为无瑕阿玛 后来你发奋图强 跟我学习兵法 所以你现在更应该懂得 上兵法谋的道理 属下愚端 江者跪在知敌虚时 而后避时而积虚 刘备被困在江东做女虚时 荆州是空虚的 关羽张飞不服诸葛亮 那是你不去讨他 现在刘备回去了 反倒要去打 这不是犯傻吗 东东 主公来看你来了 赶紧收拾一下 主公 公姐 拜见主公 公姐 我听说你病重 特意叫上紫禁 一起前来看你 谢主公挂怀 你们看 我这不是泰然自若吗 无事 是啊 大都督心心宽广 断不会为些许小事所扰 主公也可以放心了 主公 子敬请上座 好 好 公姐啊 刘备裹挟我妹 逃至公安 据探报 诸葛亮和关张赵等人 也都在公安 忙于阔军练兵 连日来 众将群情激愤 各营士气高昂 将军们都纷纷向我请战 说荆州空虚 想让我请你攻打荆州 你看如何 主公也知军心之所向了吗 其实主公公取荆州之心 不下雨公锦与珠江 只是时机未到 还不能和刘备开战呢 那么 你们为何还来瞧我 我已经是个无用之人了 公体严重了 我和紫敬前来 就是和你商量战和大计 主公 这些日子 我也是痛顶思痛苦思冥想啊 我觉得 一成大事 不能意气相争 更无需计较一成一地之得失 说得好 说得好啊 我义 我义 刘备不是站着荆州不撒手吗 那么就请主公向许昌上表 授刘备荆州目 主公为何而笑 公锦啊 实不相反 主公早有此意 这次前来就是要和你商量此事啊 是吗 那么 且让我誓言主公用意吧 公锦请讲 一成 反正荆州已经在刘备手里 暂时要不回来 那么我们不妨把他已经到手的东西 再赏赐给他 以示江东大度 二成 主公的表彰到了许昌 也可以迷惑曹操 让他看见孙刘两家成亲之后 更加地精诚团结 荣辱与共 让他不敢再觊觎江东 三成 还可以懈怠刘备 让他以为 我们此后愿意真诚地与他修好 共聚曹操 同仇敌凯 而后再寻他的破绽 相机行事 是吗 正是 好 今日我等君臣文武上下一心 所见略通 日后我江东必将会大战宏图啊 好 主公 许昌发来的文书 大出意料啊 你们猜猜是何事 莫非朝廷要赤风主公 差不多 但让人意外的是 是孙权向许昌上表彰 请朝廷受我为荆州目 好好好 主公啊 主公啊 你这个妹夫的不辞而别 人家非但不生气 反而送了这么厚的一份驾礼 好兄弟 好气魄 东吴认输了 大哥 曹操同意了吗 曹操同意了 同意孙权的表彰 同时还请朝廷发布御令 封周瑜为南郡太守 成谱为江夏太守 妙啊 这两支算盘 一个比一个精 他们打着什么算盘啊 孙权上表 让朝廷赤风主公 是想用来震慑曹操的 看哪 我们孙刘两家多亲密啊 你如敢来犯 我们就共同迎敌 同时 也不想让曹操知道 我们只是表面亲密 实际上为了荆州争得你死无疑 可曹操呢 更精明 你不是让我把荆州赤风给刘备吗 我给 我不但给 我还要加授 周瑜为南郡太守 成谱为江夏太守 此二郡是荆州重镇 而且 都在我们手里 曹操这是投石问路啊 想用这两个太守的位置试一试 孙刘联盟到底结实不结实 山洞两家相争相斗 据迟啊 如果周瑜拿着一纸诏书 前来南郡上任 那该当如何 放心吧 周瑜心里想的是荆香九郡 他不会只渡江夏和南郡 他不会只渡江夏和南郡 来 子敬 出事了吧 曹操老坚句话 他不仅准了刘备出任荆州牧 还加授你为南郡太守 成谱为江夏太守 他是想用这两个空头太守 用我们和刘备去争这两个军 集我们两家再起刀兵啊 主公知道吗 此刻已经知道 明日主公定会温计 我想在一争之前 先来和你商量一下对策 荆州那边有何动静 日日调练兵马 刘备的水师也以往路口江灭 这是在防我们动兵啊 子敬你且做 我想 我想跟你推薪致富 好啊公军 你早就该和我推薪致富啊 来 来 江东大局 除主公外 重担实际上是扛在你我的肩上 此话对付 自然 因此 你我若不能见解一致 则无法说服主公 江东也就无法一致 此话对付 几对 我先说我的最终方律 荆州必取 荆州不取 这江东永远不得安宁 取了荆州以后 才可能向北进击曹操 成就帝王大业 而为了夺取荆州 孙刘两家 早晚必有一战 此话对付 完全同意 你我之间的分歧 仅仅在于何时攻取荆州 才最为有利 好 如此 我就把我的想法 彻底地告诉你 上次你跟主公来探病时 我并没有全部说出来 上次你建议主公上表彰 赤逢留备为荆州目 那这是第一步 接下来还有第二步 我们应该催促刘备取兵 西取西川 我们两家不是有约 只要刘备另有立足之地 就必须归还荆州吗 对 自具现代主公首领 刘备诸葛亮皆已花牙 请你近期渡江 催促刘备履行诺言取西川 否则他们十年不取 我们等十年吗 我可以过家 但是 但是 你担心他们以兵马卫背等等为托辞 千言十日 对吗 正是 宫瑾真是料事如神 这全部都在我的意料之中 如果不知道人家要怎么回答 那么这个问题就不必去问 要问 就应该先知道 他会如何做到 在下佩服 宫瑾啊 如果诸葛亮就是说 兵马卫背 粮草不足等等 你又当如何应对啊 那么我们可以实行第三步 你可以这样告诉他们 你们兵马卫背 粮草不足 我们可是兵强马壮 粮草足背 你们不敢取西川 那么我们就帮你去取 取了西川之后 以西川之地换回京香九郡 你想 他们还有何说法 告明 他们必然是无话可说 就连诸葛亮也会是色口无言 但是 宫瑾啊 去西川是一桩大局 用兵不少 好事好凉啊 莫非你还有第四步 当然 快请示下 甲图灭国 取西川必须途经京香 在禁军路上我们兵风一转 突然袭取京州 刘备诸葛亮无妨三日之内 我们必定大火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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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第四步太冒险了 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只要主公同意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地支持你 而且是义无反顾 太好了 这次 我必取下京州 高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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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在这一项没有什么大的暂时 已经在做了 主公 你瞧 连义德都戒了酒 正忙着迅速 兴目来的狮子们 你们都说一说 那当兵打仗的 敌本事是练什么呀 回教爷 既然打仗自然离不开刀剑 第一要练的是刀剑 你说呢 小的认为是弓箭 剑要射得准了 那敌人到不了身旁 就一命呜呼了 不 你们都说错了 当兵的 要练的第一个本事 那就是嗓门 刀能砍三步 剑能射百步 我一灵的人喊起来 能让十里以外的敌人大喊 那不战自退 你们知道吗 你我当年在长板坡 音声断贺 吓退了曹操八十万大军 来 你们先给我喊三声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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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干嘛呢 吐神呛 大声的 杀 杀 杀 义德这练兵的法子真是少见 我的三弟已处处掏了以众不投 报 报 走 主公 鲁肃大人过江来了 公明 不出你所料 周瑜果然出招了 赶紧出营吧 现在咱们已是庆教了 走 宣德呀 公明啊 这酒已经三寻了 那我们该谈点正事了 紫禁不思辛苦而来 当然必有见教 请讲 我等席尔宏听了 我家主公和皇叔 已结成了一家之亲 这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 不管是一家话还是两家话 都请畅言之 这样才意见亲近嘛 朝廷已下旨 周瑜成谱分别被赤锋为 南郡和江夏太守 他们二位准备即日走马上任 还请你们让出这两个郡来 大梦房却 沙尔宏听了一家话 長春依舊 孤沾長上幾度春秋 路沒有頭 情不能收 劍點平生之微愁 青梅珠酒 要把話說透 天下英雄誰是地首 烈火飛舟 你必須回頭 將冬子的夜 風流 你必須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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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天地同首 與天地同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